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别人快乐 那是慈悲 让自己快乐 那叫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个小和尚 他每天在庙里潜心地研究佛法念清 参禅打坐 十年之后 他感到自己的慧根已经升起 已有佛心 有一天方丈突然召集全寺上下 宣布要挑选有慧根的小和尚 接任方丈一职 从此 小和尚更加的用心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却感到自己不禁反在倒退 原来仅有的一点佛心 反而变得是有是无了 他很纳闷 他就去问方丈 方丈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却告诉他 我们下午到集市上去买甜瓜 要他一起去 这个时候 他们到了一个卖甜瓜的摊贩前面 挑中了一个甜瓜 这个摊主啊 拿起水手颠了一颠 说一斤六两 小和尚觉得非常的奇怪 他怎么就这么准呢 马上用边上的秤 秤了一下 结果一斤六两丝毫不差 这时候 摊主说 哎 我买卖卖了四十多年了 绝对不会错的 小和尚非常的诧异 这时候 老和尚突然说 我们只要买一个甜瓜 你帮我们找一下 你放在手上颠一下 如果你说中了它的笨量 No 我把这一顶银子给你 说着拿出了一顶银子 大家一看 足足有一两种 购买这一摊子的甜瓜了 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看着这个摊主 结果 摊主把甜瓜拿起来 左手颠颠 右手颠颠不合适 真的吃不准了 然后咬了咬牙说 嗯 这个瓜一斤三两 随后方丈就把秤拿起来一秤 结果只有一斤半 整整差了二两 所有的人都大祸不解 很是纳闷 他们心想 这个摊主今天怎么会这么不准呢 老方丈就说了 如果一个人 总是太注重自己眼前的利益 而忽视了整个过程的话 他的双眼一定会被蒙骗住 也就是说 这个摊主为了拿这一顶银子 他就不能说准这个分量 因为心中有偏差 所以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 小和尚终于明白 回去潜心修行 终于成了后来有名的大鱼禅师 人间太执着我想要的东西 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它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是学佛人的基本理念 我们每天行善 你365天就是一个大善人 你每天动一个坏念头 365天你就是一个大恶人 我们学佛人每天学一点佛 我们一年下来 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佛人 前程鼎礼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浪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大慈大悲 恩师卢君洪师傅 我的父亲1939年属兔的 看他肺部的情况 1939年属什么 兔子 这里出问题了 一探黑的 是的 而且你父亲 费里边有积水 是的 抽掉过很多 对对 我告诉你 他现在的肺功能减退 所以他呼吸困难 是 他再这么下去的话 他以后要用氧气的 所以我告诉你 他最主要是年轻的时候 有沙烟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现在第一 叫他治疗 第二 把他身上的一些灵性 把他操都掉 我看有很多小灵性 是 小王子至少要 慢慢念 全部要念 大概要 至少要870张 哦 好的 需要放生多少鱼 是否 有很多 先放 六千条 六千条 你爸爸 我告诉你 这个智商已经出问题了 是 他搞不清楚了 是的 鼓掌 你们知道吗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杀业 他抱的都是晚年 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杀业 晚年受报 不是现实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杀人是现报 但是这种虾小生命 它是积累成多了之后 才会这样的 好了 那个功课中的礼佛要多少遍呢 五遍 每天五遍 对吧 他的记忆力很差 对 记不住了 对对对 非常对 他等会儿的事就忘了 那我就是请教一下师傅 像我爸 现在医院就已经说那个 我就是现在又用三道法宝 现在已经是奇迹了 能够活到今天 早就死了呀 对啊 是真的 我刚刚看他已经除过名了 就在人间的牌位上 已经把他名都除掉了 但是现在都是靠菩萨给他机会 对 他要是再不好好的修啊 他完了 他现在几岁啊 三九年四七十九 看见没了 他这个毛病去年就要死了 是的 去年就痛了 你好好的吧 要么用你的功德 让他多活一点 否则的话 很难 明白了吗 你要让他活得长 你自己要不停做功德 但是你不能全部把功德给他的 你只能把这种法会的功德给他 我告诉你们 给功德是最快的 如果一个人要救一个人 把自己功德给他是最快 但是绝对不要超过五十 超过五十 你可能自己就倒下来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嘞 好感恩观世音 他没什么大问题 让他多喝水 而且要给他吃那种 那个枸杞 枸杞泡茶 他的肾脏很不好 明白了吗 腰非常不好 晚上小便多得不得了 好了去吧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这位佛有讲粤语 我给他翻译一下 他主要想问两位亡人 还有一个佛台 第一位亡人是他的父亲 名字叫曾伯林 伯是老伯伯的伯 林是树林的林 曾是什么曾 就曾经的曾 去世年份是1996年 曾伯林是吧 曾伯林 是他的谁 他的父亲 曾伯林 曾伯林 看到了 个子不高 眉毛蛮浓的 你问他 鼻孔蛮大的 已经在阿修罗道 感恩师父 然后第二位是他的母亲 叫何苏女 苏是苏东坡的苏 女是女性的女 何 对 然后是17年去世的 何苏女 哎呦 他妈妈一直念经的 哎呦 他妈妈厉害 到世界天了 哎呦 他确认说 妈妈经常念菩萨的圣号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你们不念经 你就念圣号 你都照想上天 你今天把观世音菩萨 放在嘴巴上就好了吗 他还说母亲生前经常拜观世音菩萨 看见了吗 我说了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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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父 他本人是1962年的虎 想问一下佛台 嗯 62年的虎是吧 是 佛台蛮好啊 靠窗 蛮漂亮的 他家蛮大的 家里还蛮干净的 他家里蛮干净的 是挺干净的 他家里好像有两个 好像卫生间 那个那个有两个卫生间 是是是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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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好蛮好 好好念经 好好磕头 听得懂吗 雷刚妹啊 他想知道怎么调整功课 62年的虎 大背后 他现在念几遍了 九次现在 九遍啊 九遍啊 太少了 二十一遍至少啊 心经要念二十七遍 好吧 每天要念一遍礼服 他说他理佛练三遍 嗯可以啊 他的腰很不好 他妇科也不好 是的他确认 好了 而且手麻 血不好呀 你叫他吃素呀 吃素的没有啦 还没有 看见了不啦 但说他慢慢不吃牛肉了 哎呀 多不容易呀 他居然不吃牛肉了 哎呀 好啦 他说他慢慢来 赶手 慢慢来吧 谢谢 慢慢走啊 慢慢走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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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一天给我们做的榜样 希望我们明白 而我们拥有大慈悲的心 我们不但要现在在这个世界要普发大悲心大怨心 而且我们还要超度数式的冤解 数式的冤解 不管什么事情 不想超度 你也要学会超度 你也要学会感恩 因为他们让我们知道了 一个人的业不是今世就能消掉的 他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不能再去造业 因为我们前世树业还没还清 所以任何的事情都要学会一种感恩的心 人还有一种病 那就是内伤啊 你看我们的感情很容易受到伤害 因为别人的不理解 因为自己对别人的不理解都会伤害自己的 所以你看很多的疾病 嫉妒 嗔恨 贪爱 愚痴 都会造成我们内伤 你看看长期嫉妒的人 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痛苦 你经常嗔恨别人 你的眼睛就会变得越来越干燥 你的肝和肠就会寸断 所以这一切跟你的身都有关系 所以菩萨告诉我们 一个人要想去除自己身体上的内伤 最好就是诸恶莫作 师父告诉大家 不但诸恶莫作 还诸恶莫想 不要去想 然后要 重善奉行 如果身体上有一些病 可以吃些药 但是你的内伤的病 你就是要学会 诸恶莫想 重善奉行 我们人还有一种病 那是外感 外感是什么呢 受到外面的风寒 失患 暑 就是说 热 冷 冷病 热病 还有风 寒冷 那这些病呢 就是我们说的 外面对你的影响 其实这些病 你都可以对付的 因为为什么呢 冷了 多穿点衣服 热了 少穿一点 注意自己保温 保持一定的温度 但是最难的 就是因为外面的感悟 为外面所说的话 外面给你带来的那些 伤心的事情 让你产生了 免疫力降低 因为你的称怒 因为你接受了那些不好的 那些色情的 我们说 吃喝嫖毒 让你学到邪念了 你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 你的思维就开始不振 你的眼睛就不敢看人 你好好的一个孩子 就会变得颓废 这就是外感 所以像这些病 应该怎么样来对质 首先 管好自己的六根 控制好自己对应的六成 慢慢的学会吃素 念经 许愿 放生 所以 有大病的人 皇帝内经讲 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生病了 要杜绝 邪淫之事 如果这个人要生大病了 或者已经生病了 绝对不能去碰这种 邪淫之事和戒杀声 一定要守戒 因为你不碰 你就是在种善根 所以很多人不懂 以为 我守戒了 我没吃荤的了 我也没有什么德 也没什么失啊 其实你失去的是什么 失去了跟别人结恶缘的机会 你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你结善缘的这个功德 所以你在自己的八十田中 你种下了善根 所以我们要懂得念佛去作恶 就会造大业 如果你今天已经念佛了 你还去作恶 你就造了大业了 所以要避开灾祸 消除业障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们人有时候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总是想跟别人聊一聊 学博的人 念念经了 跟佛友之间聊一聊了 或者呢 想看一些喜剧了 来调节自己一下内心了 或者利用自己的情绪 来转换一下 还有的人就希望跟一些正能量的人 多多沟通 调节自己的情绪 去除自己内心 那些悲伤的传染 所以在心理学上面也讲 人在内心当中根植了一些法系 比方说 想到一些未来的帮助别人的事 想到了曾经别人帮助你的事情 你的面部肌肉 你笑一笑 而神经就会向你的大脑传递 那种脑电波 那些信息 快乐的信息 让你的心情会有特别好的感觉 所以我们学博人就是这样 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会忘记自己的烦恼 你会从别人身上得到法系 别人对你的尊敬 会造成你大脑神经的兴奋 当你能够帮助别人 别人感恩你的时候 你非常容易受到他感恩的传染和影响 变得让自己非常的幸福 所以能够经常去帮助别人的人 他的内心非常幸福 所以我们说弥勒佛 他帮助了别人 他让别人发喜充满 关心不大的慈悲 我们伟大佛陀的 这种佛法的传承戒律 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 就成为了你内心的一种 深层次的正能量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好好地学佛修心 来改变自我 改变自己内心的那些愚痴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我们学佛要用心 要远离颠倒梦想 实实在在地活在当下 放下自己过多的贪嗔 这样你才能像花朵一样 在自己内心生出莲花般的正能量 去除内心的负能量 我们才能走出低谷 迎来美好的明天 有一个妇人 她看到一位农民 她的朋友很穷 她想帮助她 她送给她一头牛 叫她好好的开荒 等到春天来的时候 我会把种子给你带来 撒上种子 你秋天就会离开贫穷了 穷人也满怀希望地 谢谢她想奋斗 可没有几天 牛要吃草 人要吃饭 日子比过去还要难过 她想不如把牛卖掉 卖几只羊 先杀一只羊吃 剩下就可以生小羊 长大就可以卖掉再赚钱 吃掉一只羊之后 那一只小羊 一只生不出小羊 日子又艰难了 她又杀了一只 穷人想 这样下去 我又会挨饿了 她把羊卖掉 想我买个鸡吧 鸡可以生蛋 所以蛋可以赚钱 日子会好转 过一天 她一天天艰难的日子 她又忍不住了 因为鸡蛋不能满足 她的生活要求 所以她最后忍不住杀鸡了 杀到最后一只鸡的时候 这个穷人彻底的无望 而且致富她也不想了 她不如把鸡全部杀了 打一壶酒 三杯酒下肚 万事不愁 结果春天到了 犯发善心的妇人 到了她家 送种子来了 发现穷人正喝着酒 吃着咸菜 家里一贫如洗 这个时候妇人就走了 穷人依然是穷人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有过梦想 想有过机遇 也有过行动 但是因为坚持到底 到最后 这是最难最难的 学博人想成功 最难的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 所以学博人要想离苦得乐 要含着眼泪化解恶缘 今天家里很多人跟你闹别扭 就是你上辈子的因缘果报所为 含着眼泪 克制自己 人辱精进 改掉自己的毛病 因为学博人的痛苦是一时的 而不学博的人痛苦 那是一辈子的 那末观世音菩萨 似有众生就苦就难 渡尽苦难无尽情 浪海观世音灵感观世音 千手千眼观世音 那末观世音 那末观世音 那末观世音灵感观世音 千手千眼观世音 那末观世音 丛心人 赐给终生 那末观世音 那项观世音 自恩无边 彼aments 都尽苦难无尽情 照年观世 母年观世 照母年年不离心 大慈大悲就苦久了 那么观世云菩萨 照年观世云菩萨